好,面對台鐵出軌意外的重大傷亡,吉安鄉公所也緊急成立了應變中心,是由客室輪流值班,在廉價期間是全力的來協助罹難者家屬辦理火化的申請,並且參照天然災害事件來處理,提供火化免費的公務仁德關懷機制。 面對台鐵408次太魯閣號出軌意外的重大傷亡,吉安鄉公所在廉價期間緊急成立應變中心,遊客室輪流值班,協助罹難者家屬辦理火化申請,希望能圓滿罹難者最後的尊榮。 及多位罹難者的家屬來到吉安鄉公所升起大體的火化,那我們也配合花蓮縣政府的殯葬條例,開啟吉安鄉公所的一個人愛的執行,所以我們讓大體的火化予以免費,而且要全程的來協助整個執行上的圓滿,吉安鄉公所在我們殯葬,在我們社會福利,在整個做關懷的部分, 如果有需要,隨時跟我們來聯繫,我們不分假日,我們相信這樣的一個服務呢,是我們應該課禁職責,做到最圓滿也最好的。 鄉長游淑貞也表示,吉安鄉公所將會暫緩火化爐的更新工程,全力啟動大體火化的任務,散盡地方政府人得友善協助工作,給予王者最大的尊榮與追思,而目前已經有四位罹難者順利完成申請, 4月6日將在慈雲山進行第一梯次的火化作業。 記者許麗芹吉安鄉報道。